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全台疫情趋缓 各县市逐步解除相关的管制措施 国内旅游的氛围复苏之际 苗栗县长徐耀昌 专程拜会了花莲县长徐真卫 就观光旅游的推广 农产行销等一提 双方进行了县政治理经验的分享 期盼两县未来可以携手合作 进一步的深化交流 共创深度国旅的新商机 全台疫情趋缓 各县市逐步解除相关管制 国内旅游气氛复苏之际 苗栗县长徐耀昌 专程拜会县长徐真卫 就观光旅游推广 农业行销等一提 双方进行县政治理的经验分享 期盼两县未来能够携手合作 进一步深化交流 共创深度国旅的新商机 现在许中尉由秘书长严新商机 农发处长罗隆隆的陪同之下 会见专程来访的苗栗县长徐耀昌一行人 徐耀昌向人肯定 花莲县在前县长复婚旗 以县人的县长徐真卫的共同努力之下 让国人看见花莲县正脉项 有机农业以及国际观光 幸福智慧城市有感的实证成果 徐耀昌分享苗栗县政府超前部署 推出最新旅游资讯 温泉旅游套装优惠方案 吸引游客来到苗栗享受人文美景 体验独特的旅摊文化 因应夏季旅游旺季 推出苗栗深呼吸 三星踏青去全攻略 汇整县内18乡镇市实数有构型资讯 结合了120多间类型特约商店 花莲花莲县政府与乡亲来到苗栗深呼吸 现在许中有分享 花莲是天然临污染好山好水农业有机的首都 幸福直立推广有机农业以及农场外销 透过花莲经典农产宅配网 以及花莲先送平台 帮助花莲小农自产自销 幸福又与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花莲县农产品外销祝堂会 透过私讯平台交流 农产产品国际贸易的经验 带动台湾农产外销的新契机 在后疫情的时代来临 花莲旅游热炒组建升温 幸福又多次办理梅河会 提出团客自由行两类奖族游客 前来花莲旅游方案 在暑假来临积极推动日环时 全新的温泉季 火灭亚放暑假 原住民风年节 夏令嘉年华 太平洋花财节 以及全民运动等精彩活动 也节省欢迎苗栗县政府三华合作 共同带动台湾观光产业市场营商机 记得终于黄色部闹